新闻来源 北京日报 2021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弥法典首次确立了居住权制度 权利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 使用以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用医务权 例如 父母为子女购房支付了大部分房款 将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 同时登记记载父母有生之年居住于子 又如某人在遗嘱中写明 其住宅由儿子继承 但保姆要居住之趋势 为此是规划自然资源委起草办法 推进本市居住权登记依法有序开展 规范和指导居住权登记工作 办法共26条 包括总则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其他规定及负责六方面内容 办法明确 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用途必须为住宅 居住权利人必须为自然人 居住权不得继承和转让 办法对首次登记中以合同设立 和以遗嘱设立两种方式的具体办理要求予以明确 其中 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居住权合同当事人 应当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首次登记 并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件 不动产权证书 居住权合同 或设立居住权的相关材料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 遗嘱确立的享有居住权的当事人 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首次登记 并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件 生效遗嘱 正式遗嘱人死亡的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 依据不动产登记有关法规规定 办法增加了 以确认居住权的生效法律文书 设立居住权的情形 也就是说 若以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设立居住权 当事人可以单方面向不动产登记机构 申请首次登记 并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件 确认设立居住权的生效法律文书 办法明确 以办理居住权登记的 不影响办理不动产转移 抵押登记 另有约定的 以约定条件为准 办理转移 抵押登记时 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告知受让方 和抵押权人居住权登记情况 对于以办理查封登记 预告登记 异议登记的不动产 不予设立居住权 共有不动产设立居住权 有何要求 办法中也对此进行了明确 记者了解到 与将房屋出售相比 设立居住权 对占少数份额的 不动产权利人的 所有权权益影响较大 他们既不能因为设立居住权 直接获得对价补偿 同时可能 无法继续占有使用这套房屋 因此 办法规定 事行期间 对于共有不动产设立居住权的 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 借鉴一物一权的基本原理 办法明确规定 同一不动产 只能设立一个居住权 不得重复设立 但是 居住权人可以为多个人 在满足生活居住 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所有权人 可以为多个自然人 在自己的住宅上 设立居住权 也允许通过居住权的 变更登记 增加或减少居住权人 社会公众如有意见建议 可在11月1日前 登陆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 在证明互动板块下的 政策性文件意见 征集专栏中进行反馈